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两岸是一家人 两岸的事是家里事 所以两岸的中国人完全是有智慧 有能力来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那我刚刚说了否认九二共识 背离一个中国原则 交往和对话是无从谈起的 所以民进党当局只有回到 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的正轨 停止谋独挑衅 两岸关系才能改善和发展